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的GOA或者GOB 但其实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 我们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那有需求就说明有市场当一台挂着三叉星logo 梅塞德斯奔驰品质的电动SUV放在你面前 和特斯拉Model Y或者说和大众的ID4去对比 你的纠结或者说你的选择困难症是不是又该犯了呢 况且你仔细看这台EQA的尾部是有北京奔驰四个字的 所以这台车未来是将国产的呢 EQB我相信很快也将步入国产制造的一个步伐 所以我觉得在价格方面呢你也可以对他们有所期待 这一次在电动车的领域 我觉得梅塞德斯奔驰又是走在DBA三驾马车前列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传统豪华品牌能有一台像EQA或者EQB这样更亲民的电动SUV 而且它还是很靠谱的话 那我想在电动车的市场肯定会更加精彩 不过当然会有前提的就是它必须得是很靠谱的 那来说一下这台车它在性能方面的一些数据啊 海外版车型的话已经是公布了它会配备一个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40千瓦 电池包的容量是66.5天瓦时 而我们国产的版本它在COTC工况下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那我也希望这个500公里可以是真续航 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补充的是梅塞德斯奔驰在充电站的建设上 现在目前为止梅塞德斯奔驰已经是有300多个专属的一个充电站了 那在年底这个数量会达到600多个 那在外观的设计风格上 其实你去仔细看EQA和EQB的侧面的话 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GOA和GOB的影子 但是这两台车比较特别的地方肯定是在前脸 它的大灯以及它的尾灯的设计 EQ家族它的标志性的设计就是贯穿式的前大灯以及尾灯 奔驰相比我们所说的造车新势力还有一点巨大的优势 就是在内饰的设计方面 它不仅做到了科技感 两块大联屏还有它的NBUX系统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它的内饰是真的有设计感的 比如说这种像飞机的螺旋漩涡状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所有这种按键的质感 还有它的这种装饰的面板 我觉得在设计感方面不管是EQA还是EQB 都展现出了梅塞德斯奔驰它应有的水准 我现在身处梅塞德斯奔驰EQB内 这台车也是刚在中国全球首发的一个车型 那这台车它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三排七座的空间 那在这样一台偏紧凑型的SUV上面 我觉得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一定要求说这台车它的空间 要做到非常非常的巨大 但是七个座位在应急的时候 你会知道在后排的这两个座位它的实用性 那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奔驰之夜的一个情况 EQA和EQB这两台车 它们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在开头的那个观点 如果我们的传统的豪华品牌 在造电动车方面造出了足够 让人觉得靠谱和幸福的车型 以及它们能更接地气的话 把价格接近或者说打到这些造车新势力 品牌电动车的那个价格区间的话 我相信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是会有他们自己的倾向的 那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新车闪送的内容了 更多关于上海车展的报道 也请持续关注我们世界的做修养 我是A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